婆婆过寿,农村爸妈前来贺寿,当晚我带着爸妈含泪提出离婚 大多数人都结过婚之后,婆媳关系很难相处 其实我也这么认为,接下来这一篇是我通过朋友介绍而看到的一篇文章 故事中的女人公叫小丽,男人叫胡峰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的 男方家里面很有钱,而女方家里面却没有钱 因为这个女孩生活在一个农村 当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融洽时,打算谈婚论嫁的时候 男方的妈妈有一点不同意,因为她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孩 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这么有实力,应该找一个和她门当户对的人才合适 但后来由于儿子的努力,终于使她的母亲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女方的娘家特别远 他们两个人举办婚礼的时候,女方父母根本就没有过来 因为她的妈妈本身就晕车,再加上路程那么遥远 她就不想麻烦她的母亲和爸爸再过来了 于是婆婆家就简单的给他们两个人办了一下婚礼 其实直白的说就是请了很多人来吃了一下饭 就表示他们两个婚礼的过程完成了 但是婚后的生活让小丽觉得苦不堪言 她知道婆媳关系很难相处 所以她每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把事情做错了 从而使自己的婆婆生气 因为她的婆婆本身就是城里人 都说城里人的脾气特别坏 永远都看不起这些穷人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当小丽自打来到他们家之后 她的婆婆根本就瞧不起她 总是对她呼之来呼之去 从来没有把她当儿媳妇看待 也会时不时的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儿媳妇 不是不管儿媳妇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她心目中的要求 紧接着婆婆要过六四大寿 于是小丽就和她的父母说了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小丽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她父母过来 毕竟路程那么遥远 但她父母觉得这么多年 自打她嫁到佛家之后 都没有和亲家公亲家母见一面 所以趁着这次机会过来和她见上一面 好好聊聊 当他们母亲来的时候 因为老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是就给婆婆带上了几百个土鸡蛋 当她父母过来的时候 婆婆根本就不领情 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父母给她带来的土鸡蛋 还对着小丽说 满屋子都是鸡死胃 你赶紧打扫一遍 这让我觉得承受不了 但小丽都没有去在乎这些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她就和自己的老公商量了一下 想把父母送到酒店去居住 但她的父母因为是农村人 觉得那样很奢侈 就让小丽随便找一个地方 让他们两口只能够睡觉就可以了 于是他们就把客厅收拾出来 让父母住在那里 到了第二天 是因为婆婆过六十大寿 家里来了很多人 起初她的父母是想和婆婆坐在一起的 但是婆婆根本就不去理睬他们 于是小丽就带着父母去了另一桌吃饭 等他们吃饭的时候 小丽仍然能听到自己的婆婆 想和别人说到自己父母的不是 这些小丽都通通忍了 她觉得婆婆就是这种人 根本没有必要去和她计较那么多 当婆婆过完六十大寿的时候 小丽由于工作很忙 就匆匆忙忙去公司上班了 当她晚上十点钟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父母不知去了哪里 于是她就开始问老公 老公刚开始根本不愿意说 后来被小丽逼得没有办法 说了事情的经过 小丽顿时间觉得很生气 但她顾不了那么多 因为自己的父母农村来的 根本就认不得地方 于是她出去找父母 经过半小时之后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当她父母和她说了很多心里话时 小丽觉得自己的婆婆真的不是个人 于是她把自己的父母安顿好之后 回到婆家和婆婆讨论这件事情 但她的婆婆根本就不听她说 直接一巴掌固在她的脸上 她原本以为自己的老公会帮着自己 可她没有想到她和她的母亲一样 竟然帮着她的母亲一起教训我 我觉得这种日子我根本就过不下去了 于是我就和她的儿子提出离婚 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女人们在你们挑选另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想好了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毁掉了自己的一辈子